伯叔来到江西省张树市,走一走早晨的小香港,感受下这边的烟火气 双鸣鸡各个放开 凉鸡 双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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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这边的东盟菜市场 看看这边的早市有什么不同 这边腊肠也是当地人们平时和节日必备美食 这里的手工制作腊肠看着不错 豆参是江西省地方传统特产 它将豆干切成粗条在油炸熟而成 营养丰富且外形很像泡发的人参 所以被形象的称为豆参 作为江西省地方传统特产 选用优质大豆 经过传统工艺加工 鲜味独特 富含人体所需13种氨基酸 是当地老幼介义的价品 在城市内却是买的价格 是当地老的价格 不是在买的价格 是因为有的价格 ,就是在买的价格 是可以的 不是因为没有人 在买的价格 是因为对中国的价格 是因为要一样的价格 是因为对中国的价格 是因为现在的价格 是不少人的价格 能购买的价格 封城冻米堂俗称江南小切 据记载明朝万里年间封城开始制作冻米堂 迄今四百多年古代曾为作为行军大杖干粮使用 1756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途经封城品尝小切后 赞其酥脆香甜 后变成为皇室贡品 封城冻米堂制作工艺十分精细 工序二十余道 先精选糯米桃喜煮成饭晒制冻米 茶油加热倒入冻米炸成饭米 麦洋糖倒入饭米半年 加入桂花红绿柚丝入木框 碾压米花松紧赤肚 切至冷却后包装 整个百分之后 是最后一天干净 把里面都开启 我能看到 我不是在家吗 我把这个朝来就洗 有没有 有没有 我这个朝 Sometime 来到这个张树博物馆 到江西张树市 看一下张树博物馆 这是中药之都 看看这边了解一下 这就是张树博物馆 原来这边叫樊城 樊城 原来这个地方叫吴城 吴城都一 他说这个就是叫一个吴城 吴城应该是原来在这附近的一个都城 但后来消失了 所以说现在挖掘出来 总是说觉得有很多清通器 就原来证明很发达 但后来又没有人了 所以说这个制陶液在哪里都有 这边都比较发达 但是我就想着原来的陶瓷呢 它是一种人们必需品 那现代呢可能更多表现成一种工艺品 因为有很多材料可以替代嘛 原来没有塑料 没有不锈钢 是吧 没有那种其他的材料 加工材料 所以呢 陶瓷呢 有这种很强的塑型啊 这方面的优势 那现在呢 他的陶瓷呢 虽然说美观性是确实的 艺术性很高啊 但是他这个确实是 比较容易坏 这是一个问题 价格吗 我觉得 有人感觉也不便宜 太平观碑 这个倒挺有感觉的啊 有气势啊 我是这么觉得 觉得这个地方呢 历来呢 就是因为它属于一个平原地区 而且呢 四面没有防守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呢 会经常经历战争 人们无处可躲 所以这个地方 很自然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嘛 虽然说物产也很丰富 然后各方面发展也不错 但是呢 战争呢 肯定是离不了的 是属于经济要充嘛 所以它这个地方 一般都会有军事 军事城堡 这样会比较多 在这设一个城堡呢 然后敌方过来之后呢 它可以有一个很大的 这个军事要塞的作用 所以这个地方 战争是肯定少不了的 战争一多呢 自然它的 其实它的经济可能还行 但是它的文化就丢失了 文化很难延续 这里介绍啊 王安石是出生于此 出生于此 王安石啊 毛 就新 朱德也是来这边过 然后王守仁 在这边 那个组织过一次战争 它这个地理位置 算是比较好的吧 所于 交通比较好 四方联络 所以这边呢 也是一个药材的集中地 哎 你看这个 其实你看这个 这就比较明显写着啊 每个区域都是有水路的 有水路呢 它这个地方就近地就发展起来 成为大的城市 这看的很明显 这个地方是水动交通枢纽 全国最大药材专业市场 岭南中原百货集三地 在当时啊 来就是介绍 张树这个药的历史 所以一个药的一个镇 这当时的那个用的工具啊 这是张包 这也是人 主要是药 药材的经销商 都在这边 可见当时是很兴旺的 是吧 现在嘛 不一样嘛 是吧 现在毕竟蒸药嘛 不是主流啊 张树特色啊 张树清汤 来尝尝 我看着像云吞 张树米粉 这几个重镇啊 张树镇 景德镇 河口镇 还有无城镇 这是江西寺的明镇 来了张树的中草药市场 在这边看了 这还有好多亮晒子 江西省张树市自乎以来就有要不到张树不齐 要不过张树不灵之御 这里唐朝既称为药须 宋元形成药市 明清发展鼎盛 中城南北川广 药材总会 后由于中原水路交通 及时代变迁 药都繁华逝去 嗯 这是以来赢 这生肯平血的人ит 虰虰 还有还有一种 生肯平血的人吃虰虰 这里和它 ersten 也有泡 vain 不是 不知道 只有这个 红色嘛 嗯 嗯 这白色 这这这太多了 这个就是凉 嗯 就是想要补气的就可以 补气像白色黄旗 黄旗也补 嗯 黄旗也补 嗯 嗯 嗯 我懂得 多儿生 哈哈 大小小 chap 不像无故 我只是买 downloads 仔细 的 小小生 美和珍語